歡迎大家收看馬告司TV,我是馬告司 話說4月的時候,我就去了福江旅行 剛剛好新的蒙面超人街機推出了 其實我是有拍片的 讓大家看看怎樣玩 始終我是第一次玩,所以怎樣都是弱雞少少 而且我用的隊伍也是白卡的廢廢隊伍 所以打得比較長時間 以下的隔學片經過我的剪輯 所以血量上會有點奇怪 大家都不用太在意 想不到,結果就忙到現在7月才有空出片 遊玩前衰之 這款新遊戲叫做Gamba Legends 想玩這個遊戲,最好就事先抽卡 需要有4張角色卡和1張支援卡 大家可以買基本卡包 或者在機內抽卡也可以 你入100日圓開始遊戲 就可以選擇玩或者抽卡 本身入了錢後,一定會先掉一張卡 當大家抽夠卡後,就可以再入錢去玩 另外有一張卡叫做Lidar License 即是用來儲存你的遊玩資料 即是平時打機的Safe card 現在很多街機玩的時候都需要這些卡 當然不用都沒所謂 遊戲主選單 進入遊戲主頁有3個選擇 左邊是挑戰任務 中間是拉打任務 右邊是活動戰鬥 這次我玩了中間的拉打任務 進入後會有好幾個關卡可以選擇 每個關卡都有小任務要做 例如在限時間完成的話 就可以多些經驗值 組隊出擊 大家選好你的隊伍之後 左邊第一張讀取的卡 就會是這次你的隊長 每張卡的背面 都有列明出隊長的技能 大家還可以體驗Lidar變身 例如我今次用電王 就可以用觸控去玩變身 其實都頗有投入感 之後讀取的隊友就不會有變身 支援卡有沒有都無所謂 準備開戰 之後就是準備開戰 如果大家選擇的拉打 是有些關係 每位拉打都有不同的屬性 例如攻擊力高 防禦力高 又或者必殺會比較強勁 每張卡都有攻擊套路的標記序列 開打的時候 就會有輪盤轉動 就像老虎機一樣有三行 轉中三個相同的標記 就會有更高的攻擊力 所以不同的標記序列 都會影響到你的攻擊 自方回合 一開始就是轉動剛才說的輪盤 首先只有兩行 當兩行都轉中相同的標記 就會出現第三位隊友登場 就可以追加轉動第三行 接著會視乎速度決定先攻或後攻 攻擊的時候 就需要觸控去掃左掃右 之後會視乎不同角色的技能 就會發動不同的特殊攻擊 中三個確率同步 敵方回合 去到敵人攻擊時 基本上都是硬吃的 接著會出現ドラマティックチャンス 又是轉輪盤的時間 這個會是隨機出現的 自己的回合或對方的回合都有機會出現 今次是對方發動 有機會就會抽中令對方的技能槽降低 又或者加強自己的技能槽都未頂 而今次對方抽中了雙重拉打飛踢的攻擊 尾刀必殺技 當成功打到對方的血量歸零的時候 就會發動這個必殺技去尾刀 這個時候都是要觸控操作的 以上就是玩這個遊戲的基本流程 如果大家抽到漂亮的卡 攻擊力又會高些 必殺技都會更加華麗 有時候還會重現經典的場面 下次如果大家去日本的時候 都不妨可以試試去玩一下 今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現在這個頻道就增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上支持 歡迎大家課金做會員 大家的支持就是他的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給我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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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